Audio Jungle 林福城、莫桂兰认为,黄飞鸿平生绝技有双飞驼、铁线拳、虎鹤双行拳、罗汉金弦镖、四项镖龙棍、公字符虎拳等,其中最擅长的应该是虎鹤双行和飞驼。 如今的佛山人说起黄飞鸿总是一脸的自豪,据说已拍黄飞鸿系列影片而名声大噪的导演徐克,在黄飞鸿纪念馆落成那天,屡他的制作班底特意赶来。 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进行三贵九寇大礼,而在一百多年前,黄飞鸿只不过是佛山街头,一个默默无闻的卖艺人,在佛山的九四茶馆或者寻常小巷,你或许可以遇到他,但你绝不会认为一百年后,他会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,生前寂寞,死后荣光。 这就是真实的黄飞鸿,歇武神童,街头卖艺广东佛山,古称陶城,有多个历史头衔,佛山是四支品汇集之地,是乐剧的八原地,是中成要之都。 当然对黄飞鸿来说,最著名的一个头衔,就是佛山是武术之乡,要寻找南派武术的源头就要到佛山。 1856年农历七月初九,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,黄飞鸿降临于一个贫穷破落的家里,父亲黄其英用卖艺换来的铜钱,为妻子买来一个老母鸡,杀了,替妻子顿上。 黄其英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,但并不像电视上所说的阔绰,黄其英并不像儿子像他这样仅仅是一介武夫,穷困潦倒,他希望黄飞鸿读四书五经,考取功名,这样就不必天天日晒雨淋的。 东奔西跑,一年到头,日子还是那么拮据,可黄飞鸿既然出生在武术之乡,父亲又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,他想不习武那是不可能的,父亲也没指望黄飞鸿日后能够继承他的衣钵,可他没想到,清除于兰胜于兰,黄飞鸿不但继承了父亲的衣钵,还把父亲的武术心得发扬光大,父亲用所得的积蓄,把黄飞鸿送进了学堂, 但黄飞鸿却并不专心学习,他的心思早已飞到父亲的武功上,于是逃学,跑到大街上看父亲的武术表演,放学时再偷偷地跑回去,那时,父亲虽然不得志,但无疑是小黄飞鸿心目中的英雄,父亲的拳脚功夫,刀枪棒法无人能及,黄飞鸿不像念什么书,就像成为父亲那样的人,走江湖,多好, 父亲发现了黄飞鸿的桃雪,抱打他了一顿,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挣来的血汗钱啊,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黄飞鸿身上,如今,可黄飞鸿却说,爹,以后我跟你一起卖艺,父亲扑摸着黄飞鸿的头,无奈地摇了摇头,也许这就是命吧, 从那以后,父亲再也没有卡破黄飞鸿学习了,也再也没有打过黄飞鸿,很快,父亲开始为黄飞鸿感到骄傲,他发现黄飞鸿有习武的天分,他教黄飞鸿武功的时候,他只要教一遍,黄飞鸿就,聊,而当初父亲却花了好多时间才学会,黄飞鸿不仅领悟能力强,还能够融会贯通,把各种招式的优点结合起来, 七八岁的时候,黄飞鸿就开始跟着父亲到佛山街头卖艺了,出生有毒,一笔成名十二三岁的时候,黄飞鸿开始在佛山崭露头角,老百姓对少年黄飞鸿的兴趣远远胜于那些成人,黄飞鸿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人,游客们把黄飞鸿围得个水泄不通,不断地为他教好,鼓掌, 那时候,老百姓只知道有黄飞鸿这样一个少年,却并不知道黄飞鸿的名字,使黄飞鸿少年成名的是一场比试, 有一次,无数大师郑大雄,也在街头卖艺,郑大雄擅长左手钓鱼棍法,他摆下擂台,和前来挑战的人比武,没有人是他的对手, 他拱手作一,问还有没有人赶上来与他比试的时候,黄飞鸿跃上了擂台,父亲大吃一惊,但阻止已经来不及了,郑大雄以为黄飞鸿是个玩烈的少年,认为他是来捣乱的,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,让他下去,此时的黄飞鸿眼里放出一种威严的光芒,一字一顿地说, 郑前辈,晚辈黄飞鸿,是来挑战你的独门绝技左手钓鱼棍法的,围观的人热情高涨,其声为黄飞鸿的胆量较好,郑大雄吃了一惊,原来眼前这个乳秀未干的少年,就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黄祁英的儿子,郑大雄客气地接受了黄飞鸿的挑战,黄飞鸿用四项雕龙棍法,对付郑大雄的左手钓,棍法, 郑大雄又忆让着黄飞鸿,黄飞鸿觉察出来了,边打边说,请前辈使出全部的招数,说着,步步紧逼,郑大雄倒抽一口凉气,心想,好大的口气,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,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,于是,郑大雄也不让黄飞鸿了,两人越战越勇,越战越几近,光看他们比武的人也排起了一条长龙, 看客们都憋着一口气,心里为黄飞鸿捏了一把汗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黄飞鸿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郑大雄,郑大雄心服口服,叹黄飞鸿出生牛犊不怕虎,后生可畏,来日方长,那一天,佛山的老百姓都记住了一个少年的名字,他叫黄飞鸿,几乎在同一年,黄飞鸿父子在佛山斗齿向卖艺, 快要结束的时候,突然看见铁桥三的高徒林浮城,不知为何被一群人追杀,黄其英素来尊重为朋友两类插刀的英雄好汉铁桥三,见他的徒弟被追杀,二话不说,拔刀相助,黄飞鸿协助父亲把敌人打跑,林浮城为表达感激之情,答应传授黄飞鸟铁献拳和飞驼等绝技, 学成后,黄飞鸿的武艺更上一层楼,甚至连父亲都不是他的对手了,以一笛识,池宁香江十六岁,黄飞鸿觉得可以去闯荡江湖了,于是告别家乡,来到繁华都市广州,夜宿一家客栈,半夜遭遇强盗打劫,黄飞鸿赤手空拳,把手持刀棍的十几个强盗打得落花流水,一时被传为佳话,这是黄飞鸿来广州的第一次, 一举,此后,黄飞鸿在广州继续卖艺,名声逐渐传播开来,广州的矿工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,常常遭资本家的欺负剥削,矿工们敢怒不敢言,听说了黄飞鸿的事迹后,就集体凑钱让黄飞鸿开了一家武馆,黄飞鸿的卖艺生涯,也因此而终结。 工人们忙时挖矿,闲时跟黄飞鸿学习武艺,两年后,开始有点名气的黄飞鸿又被果蓝,菜蓝,于蓝中人聘为行中武术教练,英雄志在四方,少年时的黄飞鸿有一个不安分的心,总渴望四处闯荡,为开阔视野,经历更多的世面。 黄飞鸿之身一人来到香港,当时有一个盛气凌人的英国人,牵着一条身材高大的狼狗在闹事叫嚣,说中国人是懦夫,没有人敢跟他鄙视,当时已经有几个有骨气的人看不过去,和他鄙视,都被狼狗咬伤了。 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,说中国人连狗都不如,围观的人都对外国人指指点点,怒目以对,但惧怕那条凶狠的狼狗,谁也不敢上去教训英国人。 黄飞鸿挺身而出,以猴形拐脚,当场把那条狼狗击毙了,随后又三拳无脚把英国人打趴下,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,交口称赞黄飞鸿的壮举。 又一年,香港一个恶霸强占了一个小贩彭玉的摊位,彭玉无奈,听说黄飞鸿有瑕士风范,于是带着侥幸的心理去求助黄飞鸿,黄飞鸿听了彭玉的痛诉,二话不说,直奔恶霸的住处,恶霸是一个黑社会组织,有很多帮凶,有武器,彭玉见黄飞鸿一个人难以逼中,就劝黄飞鸿说算了,他不要摊位了。 但黄飞鸿岂是胆小怕死之人,一个箭步走到恶霸的面前,声震色力的,让恶霸把贪位还给彭玉,恶霸自然不听,一场恶战无法避免。 黄飞鸿引一敌时,恶霸的手下一个个倒在地上,彭玉看得目瞪口呆。 这样惊险刺激又壮观的场面,他还从来没有见过,恶霸见识不妙,赶紧向黄飞鸿求饶,并归还了彭玉的摊位。 至此,黄飞鸿的侠名,开始在湘江两岸流传。 六年后,黄飞鸿认为闯荡够了,父亲也催他早日回家成亲。 黄飞鸿离开了香港,宝剑出烧,枝草成林重回佛山的黄飞鸿,在父亲的安排下结了婚。 黄飞鸿对这桩婚姻持忠立态度,既不反对也不高兴,反正就那样,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 但黄飞鸿没有待几年又去了广州,黄飞鸿如父亲所愿,走上了仕途,黄飞鸿接到了广州水师的橄榄枝, 广州水师聘他做武术总教练,在广州当了六年的水师教练,而立志念时遭遇丧腹之痛,黄飞鸿蒙生退役,辞了水师教练,把妻儿接到广州,在广州仁安街,开了一家跌打医馆保之林,门前全有一副对联,保健出烧,枝草成林。 黄飞鸿的医馆既受武术,又给病人看病,起初,老百姓只知道黄飞鸿武功高强,并不知道他还跟父亲研究过中医,不太相信黄飞鸿的医术,看病可不是闹着玩的,弄不好药,人命的。 所以,有很长一段时间,黄飞鸿的医馆门庭冷落,即使黄飞鸿免费为老百姓看病,老百姓也摇摇头,他们宁愿花钱去正规医馆,直到有一天,黄飞鸿医好了一个特别的病人,局面才逐渐好转。 威镇四方的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得了一种矫疾病,其养无比,求医无数,也没治好,刘永福仰慕黄飞鸿的匣民,一日有空来家拜访黄飞鸿,谈话间说起了自己的苦恼,黄飞鸿听了,神秘的笑了笑,说,如果将军信得过我飞鸿,我可以医好你的矫疾,刘永福谁都信不过。 但对黄飞鸿信任有加,黄飞鸿是老百姓有口皆悲的英雄好汉,不会信口辞黄的,于是放心大胆的让黄飞鸿去致,还开玩笑式的对黄飞鸿说,治好了算你的,治坏了算我的,结果,多年的矫疾,还真被黄飞鸿治好了,刘永福惊喜万分,称黄飞鸿是话陀在世,于是,赠送了一块鞋有一亿精通字样的木匾, 大力宣传黄飞鸿的医术,来保志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,吵过了来拜师学武的人,医馆里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唤黄师傅的叫声,在广州只有一个黄师傅,那就是黄飞鸿,黄飞鸿非常喜欢这个亲切的称呼,在为老百姓看病的时候,黄飞鸿从来没有马虎过,同时也很仗义,遇到穷困的病人黄飞鸿不收他的医药费, 在广州的老百姓离不开黄师傅的时候,黄飞鸿却又要走了,已经是黑军的军衣官,福字军级级总教练的黄飞鸿,再一次燃起了他报国的愿望。 1894年,刘永福率领军队,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,黄飞鸿随刘永福率九营扶自军抵台,驻守台南,不料,刘永福护台设立,黄飞鸿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广州,历经世事沧桑的黄飞鸿心态开始平静,从此至玄湖济世,退出武林,不再收徒弟,不再传授武艺, 并在保之林门前张榜说,武艺功夫,难以传授,千金不传,求师莫问,广东的武林,没有了黄飞鸿,顿时寂寞不少,又过了二十年,黄飞鸿病逝于广州承西方便医院,享年六十九岁,真实的黄飞鸿就这样平淡吗?黄飞鸿的一生比起炎幕上那个黄飞鸿来说,要淡淡许多,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就这样平淡吗? 黄飞鸿帅吗?荧幕上的黄飞鸿要么是赵文卓,要么是李连杰,没有一个长相一般的,这也迎合了观众的需要,或许我们都期望黄飞鸿,像赵文卓一样英俊,像李连杰一样潇洒,但事实恰恰相反,真实的黄飞鸿长相很一般,甚至还有我们所不齿的大肚男,黄飞鸿留存于世的只有一张照片, 这张照片也证明了黄飞鸿与帅哥搭不上边,更有力的证据来自于黄飞鸿的第四任妇人莫桂兰,她在接受香港真功复杂志采访时说,黄飞鸿生心怪异,受心公投,有一副罗汉眉,眉长至垂下,瓜子口面,耳大耳长,身材飞壮高大, 要穿三尺六寸长衫,行喜露来表情淡定,两手总摆在后面,这让红迷们大失所望,黄飞鸿的武功到底有多高,七八十年代生人,男孩子与男孩子打闹,是不是来一句佛山无影角? 这是炎幕上的黄飞鸿的看家本领,而是时尚武学当中,没有佛山无影角的说法,这一武功纯属虚构,那么黄飞鸿的武功究竟有多高? 黄飞鸿的功夫主要来自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黄飞鸿的父亲黄启英,另一部分是铁桥三的徒弟林浮成,莫桂兰认为,黄飞鸿平生绝技有双飞驼,铁线拳,虎鹤双行拳,罗汉金贤镖, 四项镖龙棍,公字符虎拳等,其中最擅长的应该是虎鹤双行和飞鸿,虎鹤双行拳由黄飞鸿及各家之金华融会贯通而创立,值得称道的是,黄飞鸿的武师技术堪称一绝,黄飞鸿的诗意以狮子出动,狮子上楼台等著称,以飞鸿采轻为绝技,在当时的广东独树一帜,黄飞鸿还开创了女子武师的先河,总之, 黄飞鸿的武功,并不像银幕中那样无所不胜,有资料记载,曾经好几次打抱不平时,黄飞鸿都寡不敌众,黄飞鸿的医术到底有多高,事实上黄飞鸿会的仅仅是一些皮外伤,尤其是跌打损伤,中华武术与中医一脉相成, 所以黄飞鸿会简单的医术,但中医实在博大精深,黄飞鸿又不喜欢读书,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医术,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黄飞鸿的文化水平,他想开一个医馆,苦于没有一个好名字, 这时他的徒弟考中了进士,送给他两句诗,宝剑藤小汉,枝花便上林,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,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一起,用作医馆的名字,黄飞鸿是否真有十三疑,这样一味红颜知己,答案是否定的,历史中的黄飞鸿爱情与婚姻非常惨淡,他一共结过四次婚,三任妻子相继死去, 直到第四任妻子黄飞鸿,才陪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,也有人说,黄飞鸿或许就是十三疑,但黄飞鸿直言不会,说黄飞鸿对他的感情一般,他嫁给黄飞鸿的时候才十九岁,但黄飞鸿却已经五十多岁,老夫少妻,没有什么浪漫,有的仅仅是陪伴。